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年名校北京大学 聆听大师们对当下时局的剖析 以及企业家们的应对良策 聆听大师们对良策略的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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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大师们对良策略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听大师们对良策略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聆听大师们对良策略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徐敏卿是这儿的大领导 直呼齐名不太好 给他取个代号的 别真 就叫他别真吧 好的 代号别真 你跟别人回过面吗 打个照片也算 没有 我就是给袁坤 袁副总 做了两个月助理 帮着整理材料 跟别真当面交流 都是袁副总进行的 他是金融专家 结识的人 都是与金融相关的 跟他说话的是 财经大学的教授 他们会说什么呢 不好说 现在有个新情况 比袁总来列他的时候 更有利 什么情况 开发区区长要去市里 别真参加了开发区区长竞选 袁总来的时候 他竞身区长的机会很大 但我昨天从内部得到消息 考察结果来看 他的胜算不大 竞选区长的事 我没听说呀 那就对了 袁总要是给您说了这事 您一准不解这活了 别真啊 是个对左官人 柔有兴趣的知识分子 古来有之 我也理解 如果他落选的话 对我来说还真是个机会 他的社交能力怎么样 材料上写得很路透 他本身啊 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矛盾体 骨子里是知识分子 严谨 清高 按规矩办事 可是又对行政工作感兴趣 可是社交是他的短板 不太爱与人交往 应酬也很少 据说去市里开会 市长开玩笑说他是西山红叶 又红又冷 相对那个又红又专来说了 那是他太太吧 看着你照片上年轻 对 是他太太 少见 他太太很少来单位找他 他太太叫谭旭 是市里外市局的翻译 父亲是著名作家谭福桑 谭福桑的前景这么年轻啊 老来得女吗 据说别人想走试图 谭家父女都不支持 书香文地嘛 不太看好权势之类的东西 他们的女儿呢 现在是数学的时候 应该在他太太车里 刚从学校接回来 今天我买重 报的是三百多 他女儿有呼吸道疾病 PM2.5超过两百 就是呼吸困难 恶心 皮肤过敏 我跟给他女儿治病的医生聊过了 医生说 他女儿啊 长期去医院看病打针 心里啊都产生了一些疾变 十一岁的孩子 心里能有什么疾变 就是对医生回避厌烦 他家有一点特别不像高学历家庭 经常啊 为孩子的事吵架 邻居啊都知道 他去找落选的消息可靠了 严格来说 没有下文就不能交可靠 但开发区箭头集团一把手 展天笑 已经开始把你交接了 不出意外的话 新的区长应该是她